台湾戒指美国牛肉扩大进口 引爆了台美外交危机 美国严厉谴责台湾单边废约 行政院长吴敦义今天坦诚 行政院的沟通不足 将在明年元月中旬之后 尽速派出代表团赴美说明 立院修法明文禁止 美国绞肉内脏进口 美国严厉谴责台湾单边废约 台美友谊仿佛行走悬崖边 外交危机一触即发 立法院所做成的决议 这其中虽然同我们行政部门的想法 或有部分的落差 我们会组成一个团 到美国尤其是中西部 进行相关的考察 让台美之间或因这一次 牛肉进口问题产生的冲击 能够尽快的能够疏解 亡羊补牢派出代表团说明 希望及时补破旺 立法院狠狠甩来一个巴掌 新政院也只能默默吞下 牛肉烧出台美外交大危机 到底谁该负责 确实没有答案 一把部门不分朝野党派 大家所形成的共识 其实是对我们台湾 是非常有利的 当我们内部都巩固之后 我们外部的修复的工作 我们会努力来做 那在这里争说 那这个事 那谁应该负 负什么责 谁应该怎么 我觉得那是题外的题目 先软外在安内 行政院定出有限损序